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年下半年以来第三次降息的推动之下 欧洲股市昨天上涨0.8% 再次回升至6750点左右 那么中国方面由于是国庆长假期间 因此上海和深圳都没有开盘 欧洲方面和美国方面分别出现了大约1%至1.3%左右的下跌 主要原因也是由于美国的制造业数据是过去十年来的最差水平 那么在其他方面呢 黄金价格没有因为股市的下跌而大涨 目前依然维持在1480美元附近 而比特币价格目前也是在8200美元附近 并没有升至1万美元 那么在今天的热门话题中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昨天澳洲央行 最近五个月来的第三次降息 我们知道自从6月和7月 澳洲央行正式开始降息以来 到现在为止是六七八九十五个月中第三次的降息 为什么在短短半年时间之内连续第三次降息呢 毫无疑问那就是因为情况不是太好 当然了 从官方的角度来说 他并不能说情况不太好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澳洲央行的官方声明是怎么说的 他首先说到呢 目前世界经济整体上的话 是以低利率以及各大央行都在实施各种的刺激政策为主 从美国到欧洲到英国 包括日本以及中国 为了拉动各自国家的经济都实施了不同的政策 所以说呢 由于各个国家已经注意到 或者说已经预防性的在实施各种的手段和方法 所以出现大范围的这个金融危机的可能性是不大的 那么从澳洲方面来看呢 目前的情况也不错 从经济增长来说 目前也是在增长 就业率呢 也相对比较低 房地产市场有所恢复 所以说如果我们从官方的这个字面文字意义上来看的话呢 似乎一切都不错 那为什么还要在半年之内降三次息呢 那么真实情况是这样的 澳洲经济虽然是在增长 现在是上半年增长了1.4% 但是是低于了官方要求的2.5%目标 就业呢 虽然也是相对比较好 但是依然现在是超过了5% 而且更为关键的是呢 在上个月公布的失业率数据中 其中全职岗位出现了几千个下滑 虽然说有很多是兼职岗位的增加来弥补了这个失业率的不足 但是全职岗位的下滑也说明了很多企业目前是在裁员 这也是使得呢 这个央行 澳洲央行考虑再次降息的主要原因 另外房地产市场方面 虽然悉尼和墨尔本的房价有所上涨 特别是在过去两个月上涨幅度相对较大 但是有两点 第一是成交量目前依然是在过去两年的新低 第二 银行的放贷总额没有变 换句话说就是虽然借贷的成本下滑了 但是银行并没有放出更多的钱 现在更多的房子虽然说是价格是成交价是比之前看是好了不少 但是很多也许从这个房贷没有增加的情况来看 那就说明是他们基本就是全额 或者说是大部分付钱来购买的 那么这样来说的话 这样的情况并不可能持续太久 而关键的关键 其实澳洲央行为什么要在半年里第三次降息的主要原因 也是因为担心中国经济放缓 持续放缓会加速对澳洲产生不良影响 所以这也是澳洲央行目前为了自保而采取的措施 那么我们也跟大家说到降息就意味着货币的贬值以及股市的上涨 我们反复强调 大家一定要树立这个简单的因果关系 降息就意味着货币的贬值和股市的上涨 这在99%的情况之下是一个简单的因果关系 所以澳洲现在半年之内第三次降息将会意味着澳币持续的走弱 以及澳洲股市持续的走强 那么在具体的这个方面的话呢 只要中国的经济还没有恢复 只要澳洲目前的失业率还没有反这个回升 那么现在的降息也不算最后一次 那么很多朋友问我第三次降息 包括我在朋友圈也看到很多地产界的朋友们都纷纷说 地产的春天终于来了 房价要出现大的反弹了 这是我刚才说到的 虽然我们看到现在拍卖率是很高 房价的成交量的单价呢 平均价也比之前高了一些 但是有两点就是 而且是关键的关键就是 钱 哪来的钱去交割呢 哪来的钱去买房呢 我有认识很多客户 包括我身边一些朋友 在中国都有很多的存款和身家 但是钱过不来呀 在澳洲的银行呢 又不愿意贷款这么多 那怎么办 就卡在了中间 在中国我可能有几千万人民币 但是这里我一百万的房子我也买不了 因为钱过不来 所以很多情况之下 如果澳洲银行本地银行的放贷总量 没有增加 只是房价单纯的上涨 而且是在很少的成交量的基础之上 那么这样的上涨是不可持续的 也不能叫做全面的反弹 我之前跟大家说过 正如我们A股里面说到的 一个股票的上涨需要量价其身 量是什么 就是成交量 现在房地产市场的成交量太少了 公寓几乎是卖不动 二手房也是在过去几年的新低 所以这么少的成交量之下 那大家去抢一抢 房价略微提高 这并不能说明房价已经全面反弹 所以相比之下 我个人还是看好股市的流动性 因为这个的话 一天不好 我第二天就可以卖得掉 不像房地产 买了之后再卖就得几个月 而且成本非常之高 所以做金融的小伙伴 大家一定要注意 在目前的市场情况之下 连续降息将会意味着股市持续的强劲 所以在未来的三到六个月时间之内 我们个人觉得 澳洲的股市依然会保持强劲增长 冲上6900点 一定不再是一个遥远的梦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GoMarkets每日财经快逊的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